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赤地广论》第四集的播出 一般人从出生到老死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障碍和困难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寻求解脱的方法 到底有没有可以让人解脱烦恼的方法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博的开示 我们今天谈密宗道赤地广论 我们讲的这个是 名为佛教是求解脱之道 这一段 他写的这段文字 是不是忠哥八祖是写的 而是这个法尊呢 他翻译的 这段文字译的很不好 也可以讲 很少人看得懂这一段文字的意思 他那个整字句子 整个句子几乎都不通的 也没有办法连贯的 所以这一本论啊 很多人看不下去 然后我把它看下去 我发觉它意义的实在是糟糕透了 所以像义经义成这个样子啊 说它是文言文 不像言文言文 说它是经文 也不是经文 说它是白话文 根本也不对 是什么文 就是它自己的文 所以很难怪啊 我问了很多人说 这一本经论看完没有 大家都是讲 没有办法看的 我是忍痛把它看完 真的 写的自差啊 他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 还马马虎虎 密宗道次第广论 真的是 以后真的 我我是 我想我要整个全部把它重写的话 我知道我是很累 不重写的话 看了很伤心 好 这个名为佛教是求解脱之道 什么意思呢 这个要明白 只有唯一的佛教 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 这句话 这个标题 是这样子 我不把这个整个论读 我不能读它 因为读起来啊 也是不通的 你不了解它的意思 有的那些记者 有些没有办法把真正的意思 给它说出来 昨天我们第一次讲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实实在在告诉大家 这个密教的祖师啊 这个宗科巴 有清零加持 清零加持讲这一部经论 我不打忘 它来到西空之中啊 发出来的那一种光啊 像金线一样的 用黄金的那一种线啊 去直出来的那一种光 今天我特别穿这一件这个龙袍 我这个龙袍的扣子 是黄金打造 这扣子是黄金打造的 是真的精致哦 扭扣用黄金做的也很少有 所以今天因为宗科巴祖师放金线的光 所以我今天穿这个黄金扣子的龙袍 表示这个跟宗科巴祖师相应 黄金的扣子很少了很重的哦 如果以后我脱下来的时候啊 希望大家不要拿剪刀的给它剪走 这个宗科巴祖师啊 在虚空中现身 而且放出黄金线的光 然后呢 它注这个我的顶 融入我的身 那么自身变化成为宗科巴 昨天就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是祖师来加持这个经论 那么今天我们谈 唯一解脱之道的佛教 要怎么样去行 它里面讲 要修菩萨大行 每一个要求解脱的 一定要修菩萨大行 小胜的不可以 得阿罗汉果的不可以 解脱啊 一定是大神 大行才有真正的解脱 所以要当菩萨 要立志当菩萨 不要专修自己 这个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要利益广大众生啊 这个佛法要利益广大众生 连一夫一息啊 一个夫息啊 都是利益广大众生 这个密教才有 夏至一夫一息 一乘立身广大荒变 这是他当中的一句话 连夫息都要利益广大众生 你想想看 一般的宗教哪里有说 我夫息可以利益广大众生 你听谁说过 你的夫息可以利益广大众生 你是吸进羊 呼出二羊化弹 二羊化弹 可能也可以利益广大众生 你吸这个植物的羊 吐二羊化弹给植物 你利益植物 有了 但是利益哪里来的众生啊 人类呢 你有没有利益啊 人集中在一起 所吐出来的污浊的那个气 有的时候会把人熏死 哪来的利益啊 密教里面有利益广大众生 成就者 他吸一口气 观想黑的进来 呼出一口气 是白色的气 把众生所有的业 全部吸入自己的心中 化为白色的佛光 以佛的气息利益天下众生 这个是密教才有的 你几时听过 那个显教的法师讲 我吸一口气 吐出一口气 众生通通得意 没有的 密教才有 密教所谓 吸黑啊 吐白 刚刚开始修行 开始修行的时候 你们也学说 哎呀 我要当菩萨 我要吸黑吐白 你一吸黑 两个眼睛就上翻 就已经得病 差点都死掉 因为你功力还不够 所以你必须要吸白吐黑 我们修行的功课 每一次的观想 吸进的气 一定是白色 由本尊所流出来的白色的法流 进入你的身中 你吐出黑色的气 这个是叫做修行 反过来你成就了 你要承担众生的业 你要吸黑吐白 去利益广大众生 这个是密教才有的 所以这样 依行政得稀有胜果 下至依夫依习 依成利 生广大荒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世俗的社会当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自称为大师 像是有风水大师 艺术大师 音乐大师 舞蹈大师等等 在佛教界也有一位大师哦 这位大师到底是谁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始 依行政得稀有胜果 下至依夫依习 依成利 生广大荒变 这个记者都不是怎么太通 但是我们晓得 它是在利益广大众生 所以祖师讲 你修行 就是要修菩萨大行 甚至连一夫一息 都是要利益广大众生的 这是这一段的意义 另外他谈到大师 我上次讲了 前几天讲了大 大字 大师是谁 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谁 就是佛陀 那佛陀是谁 他是真正的解脱者 才称为大 什么叫做大呢 一道合则大 你跟宇宙至上的真理合一了 你才可以称为大 否则都是戏论 都是小 没有一样子大的 我记得好像 王阳明写过一首诗 这首诗是怎么样子的 论大小的 你们能够赢出来吗 就是夜亮跟山的 讲夜亮跟山的 谁记得第一句 对对对 人灯讲 山静夜远绝夜小 便到此山大如夜 若人有眼大如天 便到山高 夜更阔 我不知道 我总之好像是这样子的 意思是讲说山很近 你就认为山比较大 夜量比较小 但是你有真正的智慧的话 你就知道夜量比山还大 什么是大 什么是大 中哥八讲 能够明白解脱之道 而事实上自己也得到解脱的 便称为大 假如离开这个都是小 都称为戏论 所以今天自称大师的很多 那么你要看看啊 你是哪一类的大师 是风水大师 是画画大师 是艺术大师 是舞蹈大师 是音乐大师 佛教大师当然也很多了 但是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已经解脱了 真解脱者 是为大 以宇宙合一 至道合一的称为大 其他的都不可以称为大 这是中哥八祖师 最重要在这里面讲的 他这边又有所谓的定解 定解 两个字就禅定解脱 我们求禅定解脱 这个费力强者 当求正量所应兼顾定解 你知费力高的 一定要求正量 你得到正量啊 你的这个定解 才能够兼顾 也就是你的禅定解脱 真正能够兼顾 是因为有的正量才能够禅定解脱 他本身所显现坚固的力量 一般人的信仰很肤浅 很肤浅 他没有办法得到正量的时候啊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有时候他信心很坚强 有时候他信心就很弱 那这样子的弟子也是很多 这样子佛教的信徒也很多 因为他主要啊 他说费力 他的智慧的力量啊 是比较虐的 费力强的一定要求正量 那么费力比较虐的 他只能够在信仰之海里面浮沉 所以密教里面啊 他是讲求正量的 你没有产生正量 你的信心不会坚固的 那这个信心不顾的弟子很多 像有些弟子他会 有时候会产生这种疑念很多的 怀疑的这些念头 他会产生出来 那这样子他的信心就是很肤浅 很薄弱 没有办法坚定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信仰 这是一个要点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呢 他还讲到 要有清净的正因 有正理 就是佛教真正的信仰 用清净的一个道理 用清净的静因 清净的静因 来给他成立 这是一点 那么你要学佛 你一定要乐以解脱 乐以解脱就是说 你必须要真正的 你必须要真正的 喜业的求解脱之道 明白所有的这个修法 这样子你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解脱 你必须要真正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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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显教是以释迦摩尼佛的经典为主要修行的核心 那么当时释迦摩尼佛注视在弘法的时候 他也是应所有来听法众生的根基 而给予不同的教室 所以在佛法的三藏十二部里面 也有很多不同根基层次所可以理解跟听闻的经典 而密教却是大致如来内证的法门 所以内证就是一定要从实修左手才可以明白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 做一个比方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前面放一杯柳丁汁 那么我们可以去分析这杯柳丁汁 它的水分 它的甜度 它的酸度 那么我们从这些分析的数据里面 我们大概就知道这杯柳丁汁 它是偏酸 偏甜 大概就知道它的味道 但是除非我们真正的拿起这一杯柳丁汁 真实实的明白这喝一口的滋味 这喝一口的滋味就是实修 就是密教的实修 所以在密教里面 它不仅重视新的修行 因为新的修行转化跟清静 是任何一个法门 很重要的修行的基础 但是在密教里面 不仅重视新的修行 更重视深的修行 所以在密教里面 我们可以自地的可以分为外法跟内法 无上密以及大圆满法 那么在外法就是重视新的修行 我们的新跟本尊的新是合一的 但是密教有一个非常殊胜的修法 就是内法 内法呢里面包含了 我们身体气脉明点的修行 在密教里面 把这个我们的身体呢 把它比喻 其实也不是比喻 应该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那么跟整个大宇宙的地水火风空呢 它是有一个完全而合一的关系 那么所以身跟心的修行 合一的修行呢 是密教在修行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这个每次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连生活活的开始 以及这个四连乐金刚上市的开始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会有很多新的学习 那就在看节目的过程呢 其实呢 大家如果可以拥有一本修行笔记的话呢 这个吸收一定会更完整 这本密宗道次第广论的修行笔记 打电话进来免费的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同时非常感恩 四连乐金刚上市跟我们做的分享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请大家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联生活佛奖六祖谈经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